又是一个圣的主日 感谢主我们再次的 同心聚集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开始之前 请一起来祷告 主啊你的圣灵 充充足足 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用心体会 你的时候与我们同在 整个的聚会 圣化 成为新香之祭 神你欢欣悦纳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要来用一首诗歌 来呈现我们对神的赞美 首先要请大家来念一段的圣经 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47篇 第一节和第五节 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 要赞美上主 唱歌颂赞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美善 赞美祂是多么愉快 多么合宜 我们的主本伟大 大有能力 祂的智慧无法测度 其来颂赞这一位伟大的主 可以的话你的身体状况 是合一的话 邀请你一起来 我们用心 用全身全灵来说 赞美说 主啊 你本为大 你圣洁又公益 用这首诗歌 成为我们的颂赞 主本伟大 主本伟大 他身杰有公益 因他大能 我是他的爱 主本伟大 他身杰有公益 因他大能 我是他的爱 主本伟大 他变得了荣耀 主本伟大 他配得松脏 主本伟大 来高生松耀 来高生松耀 主本伟大 主本伟大 是的 主本伟大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诗篇来看 这个诗人 他怎么样看待着 本伟大 大能充满的主 一起来 用这段的经文 成为我们的祷告 一起来 上主的逸许 信实可靠 他所做的一切 尽都美善 上主亲近所有 求告他的人 他接近诚恳 求告他的人 我要赞美上主 愿一切被造物 永远送在他的生命 是的 上主愿意亲近 求有求告他的人 愿主帮助我们 用心用全神全灵求告他 并且赞美主 愿我们一切的被造物 送在这位 本伟大的主的圣名 祝本伟大 他就是用诚心 用他怜悯 先定他的爱 祝本伟大 他就是用诚心 因他怜悯 先定他的爱 祝本伟大 他配得那荣调 祝本伟大 他配得松在 祝本伟大 他配得松在 祝本伟大 他配得松在 祝本伟大 来高生松扬 来高生松扬 祝本伟大 祝本伟大 他配得那荣调 祝本伟大 他配得松在 祝本伟大 来高生松扬 来高生松扬 祝本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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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沙与伟大 祝本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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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万无处无灾 祂是真身 将是为人 我心所尽压 我心所尽压 使我荣耀和面 欢喜 Fairest of Lord Jesus Fairest of Lord Jesus Ruler of all nature O love God And may the song Thee will I cherish The will I honor Though my soul's glory Joy and cry Yam guang doma mei liyam Yam guang doma mei liyam iiiii Îng nuñ oai ri R Hozomluo Gang doma mei liyam Yam guang penye Yam guang com juang Yam guang comья 天是荣光不足一家 Fair is the sunshine Fair is the sunshine Fair is still the moonlight E'er all that bickling starry foes Jesus shines brighter Jesus shines purer Fair is still the sunshine Fair is still the sunshine 这位伟大的神 宁愿舍弃祂的身份 放弃那宇宙万物主宰的身份 降低自己 降世成为人 邀请大家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窝 用这首诗歌跟神说 神啊你真美好 神啊谢谢你 愿意舍弃你的尊容 成为我的朋友 成为我的兄弟 成为我最好的凉拌 美在主耶稣 宇宙万物主宰 她是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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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为人 我心所寄一样 我你所作文重 是我荣耗 宇宙万物主宰 用这首歌的后半段 成为我的祷告 我心所寄一样 我你所尊重 使我荣耀满面欢喜 亲爱的主谢谢你 愿意牺牲你自己 舍弃那尊贵 舍弃那荣耀权柄 成为大戏师所献的羔羊 羔羊的血流出 接受的人所得的罪犯 全蒙洗尽 至高神羔羊啊 求你让我们的心中 眼睛归向于你 知道你愿意称载我们的软弱 称载我们的伤透 甚至称载我们的犯过 神羔羊 我们遵从你 神羔羊 你是我们的拯救 职高权力 职高神 超越权力 一切被造万物 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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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尊知归 胜过似皆财富 天上底下 唯一的爱慕 神高阳 保险为我留 神死亡 荣耀的父皇 耶稣 宝贵神高阳 为我羞死 为我父皇 神高阳 至高权柄 至高神 至高权柄 至高神 超越权柄 一切被造万物 至高智慧更多人的道路 没有你是全知全能生 至高国度 至高峻 超越全地 一切奇妙丰富 十足之归 胜过世界财富 天上底下 唯一的爱慕 神高阳 神高阳 保险为我留 神死亡 终要你父皇 耶稣 宝贵神高阳 耶稣 宝贵神高阳 神死亡 宝贵神高阳 神死亡 终要你父皇 神死亡 终要你父皇 神高阳 神高阳 保险为我留 神死亡 终要你父皇 耶稣 宝贵神高阳 为我受罪 为我复活 圣高扬 耶稣 祝贵圣高扬 为我受罪 为我复活 圣高扬 荣耀复活的主日 用你的心全然向上 向圣高扬说 谢谢你 我们在此聚集 愿我们的心神你同 让我们在这其中 深刻体会 你那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的心里大力的工作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 一起来用 尼西亚信经信仰告白 我们信独一 全能的父上帝 创造天地一切可见 不可见万物的主 我们信独一的主 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祂在一切的世代以前 从天父而生 从上帝出的上帝 从光出的光 从真神出的真神 是生的 不是受造的 与父同质同体 万物由祂来创造 祂为了我们人 和为了我们的拯救 从天降临 由圣灵 写同真女玛利亚 出生为人 在本多比拉多任内 为了我们 钉十字架 受难 埋葬 按圣经的记载 第三日复活 升天 现在坐在父的右边 祂要在荣耀中 在灵 来审判活人与死人 祂的国无穷无尽 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 从父与子出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享荣耀 祂曾托先知讲话 我们信一个圣 公同使徒的教会 我们告白一个 能够取罪的洗礼 我们的期望 使人复活 来适得生命 Amen 请坐 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经句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上帝而生 并且认识上帝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就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 消息报告 教会四年一轮 乐活读经计划 下半年的读经手册 已经印字完成 请大家到一楼的招待处领取 你也可以将你的mail 告诉办公室 周一到周五 就可以收到电子邮件 一起来参加乐活读经 第二点 我们的会本馆 已经开馆了 欢迎大家报名 一起参与服饰 第三点 在八月十三 有洗礼学道班 那预备要受洗 转籍的弟兄姐妹 请你向办公室 俊宏干事报名 那你也要配合洗礼学道班 会有上课的时间 还有要缴交见证稿 参加小会问道理 然后参加我们的八月十三的胜离点 第十点 本会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圣经诠释讲座 日期是在七月十五号 上午九点到下午的十七点 如果你可以参加的话 我们本会的会友是享有特别的优惠 那机会非常的难得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 第五点 由高正级长老负责的以斯拉查经班 在七月九号上午的八点四十五 在我们六楼零三 欢迎大家 那个退休的兄姐一起参加 第六点 本会国财执事的岳父与慧姐的父亲 在六月十六号过世 请大家关心带导 请 对不起 看不清楚 江仁杰弟兄安息 是我们那个本会江成阳兄的父亲 求主安慰遗嘱 我们本会维伦牧师在六月二十到七月十三请假 那是由伯伯牧师带领 那其他的消息大家一起翻阅周报 欢迎你哦 我们今天有一位来自印尼的华侨 姿营 舒姿营你在吗 欢迎你跟我们挥挥手 嗨 欢迎你来 等一下可以一起到B1享用爱餐哦 我们一起起立来一起守望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的主 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神 在你的带领 绝无差错 就算我们遇了风浪 我们的灵仍然坚定 有你在我们的身旁 风浪必会平息 你会让我们安静 有平安的心 在这个文明的大城市 或者是在深山野灵 众灵魂同样宝贵 在你的眼里 主啊 你说大大张口就必大大充满 帮助我们对你满满的信心 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的生命满满有你的印记 主啊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都必投靠在你的翅膀硬下 我们一起为世界祷告 祈求慈悲的天父 顾念无水可用的人民 看顾缺乏者的需求 拯救当地人民的无水之苦 求你也为我们台湾 今年的雨量和电力供应 祈求天父 师恩看顾 有事实足够的雨水 供应农作生长 民生和产业经济运作 所需要的电力 都可以顺利供应无鱼 我们为本会 求主看顾 今天下午的长职会 让教会的事工顺利 长职的合一 本会的少年团契 在7月1号到3号 于新竹圣经书院办理退休会 祈愿上帝带领少气的青少年 因为在营会中 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 在信仰上有更深的思考跟建造 本会的儿童福音厨房 已经开始在约翰馆办理聚会 愿上帝带领参与的孩子们 可以利用美食作为媒介 学习如何用美食分享福音 愿主使用 郑凯家赖圣文牧师 我们一起为他祷告 求上帝赐下力气 让他们在向隆教会的服事 充满主的力气跟智慧 本会的国财执事的岳父 范秋淡先生过世 江连杰弟兄 就是江成阳兄的父亲的安息主怀 求主你安慰已足 我们也为本会接受 化疗电疗标靶治疗的兄姐 还有教会的长辈身体祷告 求主你赐平安健康给众兄姐 我们也为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 面对职场的人气关系 业绩压力 求主你赐下智慧能力和爱心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依靠主 并经历主的同在 还有丰富的赏赐 我们为单身 上我的兄姐祷告 可以在教会亲人朋友中 建立更深的友谊连结 主啊 请教导我有智慧按着你的旨意求 并且有信心求 但也帮助我不忘求 免得我得罪你 求主帮助我们有愿意支持牧者的心 而且在服饰上有团队侍奉的心态 愿意积极彼此相顾 祝福彼此的服饰 使一项得以被完成 个人得以被成圈 求神保守我们在口舌上 格外谨慎 求神赐福牧者和众兄姐 在今天的敬拜 得到爱与温暖 还者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 我将神明信给你 一生成为主祭名 世事看我信给你 奉扬归祂无忠心 为你英国歌 成为主祭名 归祂无忠心 归 Him 永远远处于你 阿们 今天读的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 因为天国好像家族清真 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奖定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翻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 看见世上还有闲战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五镇汉身出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约在游出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前站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顾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园主队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游出顾的人来了 个人得了一钱银子 即至那先故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坐了一小时 你尽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奖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 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今天本会光圣牧师 讲到不公平的恩典 在开始分享之前 再一次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教会在礼拜四晚上七点半 有祷告会 不方便前来的 欢迎在线上 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许多兄姐常常问牧师说 我不会祷告 真的是邀请你来参加祷告会 在你多听祷告会的祷告 我相信你慢慢的 也会知道怎么祷告 真的是邀请大家 让我们成为一个 以教会建造彼此 以祷告建造彼此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愿我们真实看你的话语为宝贵 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 说的听的都真实明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想上礼拜 大家应该都对有一个新闻 非常的印象深刻 因为他几乎连续做了三天的 很重要的专题报告 那就是在6月18 海洋之门营运的泰坦号潜水器 在加拿大 柳芬南 拉布拉多省附近的 北大西洋失踪 这个潜水器里面 载了五名游客 前往参观铁达尼号的残骸 潜水器基本上 他在潜水大概一小时45分之后 就与外界失去联系 在预计的时间里面 他也没有再浮出来 那相关的收救单位 一接到通报 就很紧张的赶快去收救 基本上这个潜水器里面 他的氧气正常的供应量 是这些人大概在96小时里面 还够用 但超过就一定没有氧气了 事发后 美国海岸防卫队 美国海军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 加拿大武装部队 成立了一个国际收救小组 前往事发的海域收救 那6月22号 收救行为 在差不多80个小时之后 他们才看到了 大概在铁达尼号的残骸 附近500公尺的海底 这个潜水艇的残骸 确认这些人都死了 我想这个新闻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在看新闻报道的话 或者你在 偶尔看YouTube 然后有一些新闻画面 跳出来的话 你应该都知道 因为这真的是在台湾 甚至在全世界 非常非常轰动的新闻 不过有另外一则新闻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刚刚我们谈至 6月18号开始的这个事件 6月14号 希腊 伯隆奔尼索半岛 附近海域 发生难民船 沉海的域外 基本上在当天 大概有100多个人获救 有确定79个人的死亡 不过一般预估最少 还有很多很多人失踪 那就希腊官方说 整艘船上大概就500人 所以失踪可能就300多人 但就一般民间的估算 有可能总计是900人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而且这些人为什么不见了呢 因为据了解 这一台船的船舱里面 有妇女跟小孩 而且为了怕他们乱跑乱动 所以船舱是上锁的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船成的 也扶不出来 也逃不出来 我查了几个国外的媒体 基本上所有的新闻 就停在6月18号这一天 再来我就查不到相关的讯息 所以如果兄姐有人查得到 知道更多的讯息 欢迎能够告诉我 让我们在带岛中 为这一群受难的人 继续持守把上我们的带穷 事实上很特别 我们不是常说吗 在上帝的创造里面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五个人的旅游行程 带来全世界的关系 而且用所有最高价的资源 投入当中 这个五百最少五百人 沉船的事情 我想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 在关心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会说 就难民 就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 就各种的困苦 这些新闻 不是新闻的 但是有一群极大财富的人 他们做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创新思维 怎么想都觉得超酷的 听说他们拿电动的遥控器 去控制这一台 就会想平常在家里 只是玩玩电动 但现在没有 这是真的 真的 感觉起来就很酷 这听起来就极具有新闻价值 不是吗 我不确定所谓的新闻价值 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但我可以肯定的说 在上帝的眼里 这些人 不论是五个人 或者是五百九百人 他们的生命 没有不同的价值 甚至 把这个救援五个人的资源 复制 到救援这五百或九百人 那名船上面 甚至新闻媒体的播报 持续的追踪 力道相同 我们可以想象 它改变今天世界的眼光 绝对带有巨大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现况 其实已经习惯了不是吗 就有钱人 当然就得到比较多资源 这群人没钱 虽然我们基督徒不敢说他该死 但我们会说 这很正常不是吗 这很正常 是我们平常心里看到这个新闻的反应 不是吗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耶稣的比喻 却常常让弟兄姐妹很难接受 我想这个故事 你们一定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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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熟 这是一个记录在马太福音的故事 耶稣提到上帝国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 一大早他就去劳工市场 去找人去他的葡萄园工作 他看到劳力市场里面 有人他就跟他们谈 好你今天到我们那里工作 一天一钱银子 好大家讲好了 没问题啊 OK进去 然后呢圣经继续记录 他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又出来找人 找找找看又有一群人 来来来去 去我葡萄园工作 该给你的会给你 然后这些人呢就进去了 到了中午 到了下午三点 他又同样的去找人 一直到了大概从早上 到晚上过了十一个小时 圣经的原文清楚的记载 过了十一个小时 这一个葡萄园的主人 再去劳工市场 再搜一下 还有人 他说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他们这些人回答 就没有人 派工作给我们 所以我们还在这里 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说 来来来来 去去去 去我的葡萄园工作 好 所有人都进去了 到了晚上发薪水的时间 葡萄园的主人呢 就跟这个管财务的人说啦 叫那些为我工作的人 来领薪水啦 从那个晚到的人开始发 好 这个傍晚才来的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最后来嘛 所以他们最早领钱 他们每个人就拿到一钱银子 这对于一大早就来工作的人看 做一个小时一钱 我做十二个小时 想想心里就愉快 有可能不管怎么样 没有拿到十二银钱 也不会少于一钱 总而言之 应该不会太少吧 结果圣经继续这样记录 他们所有的人都拿了一样一钱的银子 他们就很 这些早上来的人就很不舒服的埋怨葡萄园的主人说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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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整天工作辛苦 到后来那个只来做一个小时的人 你竟然让他跟我们拿一样的钱 这太过分了吧 葡萄园的主人就跟他们其中一个人说 朋友 我没有 对不起你 我们一大早是不是讲好 工作一天 一钱银子 拿你的东西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人跟你一样 我心甘情愿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 难道你要我做个好人 你就眼红了吗 说真的 这个故事不要说 一大早进入葡萄园的人不能够接受 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段经文 你应该也不能接受吧 我刚刚依照原文翻译 把工作时间都列出来了 如果我们从和和本的翻译 你大概看不太出来 你大概就知道好像有一个记录时间 大概是几点几点 大概是哪个时程 但时程我们很少用 所以你大概没有概念 我们刚刚列出来 我们大概算一下 这些进园工作的人 他们大概早上五六点就在那边等工作了 然后进葡萄园工作 早上五六点 想想看 基本上他们有可能连续工作长达十二个小时 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有没有休息 或者是这个园主有没有好好善待他们 给他们吃饭 然后给他们休息优渥的时间 没有 这些细节都没有写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最后过了十一个小时 只进来工作一小时的人 他们得到了跟做十二小时的人一样 一钱银子 想想看 如果工作十二个小时才能得到一钱 那么早知道就晚一点进来 最好呢 你跟搬往进来的那些人一样 只要坐一个小时 就可以得到一钱的银子 哇 真是轻松又愉快 耶稣比喻的里面 这一个主人是冠老板吗 首先我们知道 这里的一钱 其实大概就是他们当时一天 一个人的工资 工作一天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简单的说他们在当时要缴人头税 大概是一个人二分之一的人头税 你都没有概念 没关系 大概可以买到十升的麦子 二十升的大麦 简单的说 就是你一个人 你要吃好一点 你可以吃十天 你买比较粗一点的粮食 或者是比较糟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平常 你在家自己煮可以吃二十天 你不想自己煮 你去外面吃外食 大概十天 那如果你有家人要养 你们当然不能吃外食 你都只能自己煮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可以做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转换成现在的钱 平均来说大概四五千块 差不多 不会更多 大概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在这种数字里面 我们说真的 不算是特别好 但是也不算二代 简单说你来工作一天 我给你四五千块 一天的工资 在概念上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 基本上纵使你觉得 没有不对 我们现在平均工时是八小时 他做十二个小时 但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说没办法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当时的劳务状况的确是这样 当时的工作劳务状况 他们就是要天一亮 白天就工作 所以做到十二个小时 对当时的劳务状况这是正常的 对今天来说不正常 对今天来说你早工作 然后早上五六点就起床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不是正常 甚至劳务工作的话 在像我们现在工地劳工作 大概下午四点 他们就会下班开始领薪水 你就会看到在工地外面 有一群人在发现金 真的因为他们就日节 当天有工作被派工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模一样日节 我们知道有一些冠老板 他会说你上厕所太久了 你把东西弄坏了会扣钱 但这里没有 这里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雇主他没有做这些 有的没有的计算 他就是每一个人在当天 工作结束就发薪水给他们 所以简单的说 他当天就把费用结算给所有的人 没有欠薪 而且说话算话 一口气就给这四五千块 一天的工资 他应该不能算是冠老板 我们说过嘛 依照劳务条件给予的相关 他不是冠老板 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给饭吃是一个恩典吗 这对当时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劳务工作者 他们可不是每天都一定会有工作 他们基本上呢 许多人 他每一天能够赚多少 存起来 如果没工作的时候 就得靠这些 存下来的钱 生活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做一天 撑个几天 或者是有工作连续做个几天 然后赚一笔钱 在接下来如果没工作 或者是家里出事的时候 可以使用 那想想看 能够提供工作的雇主 对于在找工作的劳工来说 其实那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 那你会想说 到底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吗 我们从就约的努力制度 来看到新约的许多描述 我们可以发现 就圣经里面整体的劳务劳动环境 经历了几千年 变化不大 简单的说呢 就是很不好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身份叫做奴隶的 就算他工作连续24小时 为他的主人赚来大把的银子 里面也没有一块钱是他的 甚至呢 他是奴隶 他结婚生小孩 他的妻子跟他的小孩 都不是他的 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的好处是 他的主人愿意的话 他跟主人相处得好的话 他可以住在主人提供的房子 并且吃主人赏识他吃的食物 正常的情况之下 不谈二代 他可以有的住 有的吃 生活无余 好 那反过来有一群人叫做自由人 这群人不是奴隶 那这群人 自由人 他们本身没有完整的生活保障 如果他们就只是指平常阶级的话 这时候他们需要出卖技能跟劳力 才能得到相对应的金钱 一个雇主 想想看 如果我是一个雇主 我希望我能够花出去的钱 得到最大的产值 利益转换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一大早就出门 去找这些人跟他们谈 一钱银子一天 OK 然后如果人不够 我最多就是晚一点去 然后直接杀价 来来来去我那里工作 但是你那么晚来 不要一钱了 大概给你更少 你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个劳务转换 但是你说一到了晚上傍晚 甚至只剩下一个小时 还去找人进来 这是绝对不正常的事情 对吧 你是一个雇主 然后你现在请人进来工作一小时 你要吩咐他说 现在园区工作的情况 收成的情况 然后怎样 把工作交代完半小时就没了 这些人做了半小时 来来来来领钱 你钱要怎么算给他 你都不知道怎么算 发个便当给他 搞不好就一个雇主来说 也是极大的恩惠了 所以正常的情况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那许多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会加入许多情境 因为这样子太难理解了吧 耶稣讲 今天也很难理解 不是吗 但是这样子很容易理解 他就会强调 雇主给金资比其他的雇主还要高 圣经没写 或者是说雇主很照顾这些人 圣经也没写 然后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 这整个故事在四福音书中里面 只出现一次他记录在马太福音 也就是说你没有更多的讯息画面 来理解这个故事 基本上如果耶稣也没有更多的诠释情况下 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增加这些诠释 纵使你增加的这些诠释 更符合更贴近耶稣想要讲的意思 也最好不要 毕竟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诠释了 这时候你要可以私自加更多的想法进去 他就会诠释不完 而且越来越失真 好 那么我们现在透过福音书的脉络 我们可以怎么来理解这段经文呢 我们已经知道 雇主并没有特别给这些雇工优厚的 简单的说 他没有给他一天两千 没有 他没有这样做 顶多就是他照常理 没有苛扣这些人的费用 准时每日结算 不过我们可以透过马太福音书 作者写作的方式 看见耶稣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段故事的结尾 如果你有圣经 不论是手机或实体的圣经 你可以翻翻看 马太福音20章16节说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他提醒在上帝国里面 先进入的人 有可能比后进来的人超过 不过为什么 为什么先进入的人会被后来的人超过呢 我们发现这段经文是 马太福音的20章 那么我们就再往前看 因为刚刚这个故事 假如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它 我们往19章看 19章30节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记录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样的关键句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 马太福音的作者 19章跟20章是有关联性的 在讲同一件事情 而在19章讲了一个故事 在马可福音也记录了这个故事 那就是有一个人 他来询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 那我们常讲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进入上帝国度的祝福 是上帝永远同在的保证 所以不管我们彼此之间 大家对于永生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比如有人认为是永远活着不会死 永远得到好处 能够上到天上的国度 或者是灵魂安歇在上帝里面 总而言之 不管我们对永生有更多更多的想象 我们应该大家都共同的同意 那就是所谓的永生 就是一个永远美好的地方 让我们真实在上帝面前 在里面对吧 耶稣提醒这个来问他问题的人说 放下所有的跟随他之后 在19章29节 耶稣对着跟随他的门徒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 房屋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 儿女 田地 必得到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接着 耶稣就提到了这一句 19章30节的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也就是当一个人在信仰群体里面 我要强调是在信仰群体里面 你得到丰富的一切 然后你心里想着 我满足了 我够了 我得到我应得的了 我是不是有可能在因为我多做些什么 得到更多呢 这样的时候 耶稣说 放下一切跟随我 你不但一切得满足 而且你可以得到永生 我再说一次 当人们在信仰群体中靠着自己 不论是在品格 权势 财富都满足的时候 耶稣说 放下一切跟随我 一切都不缺 而且可以直达永生 这个时候 那个本来靠着自己得到属世一切的人 好像他什么都有了 却他可能缺少的就是永生的盼望 耶稣说 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指的正是提醒在信仰群体当中的老信徒 当你得到了这一切 你以为你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取的时候 后来进来拥有这一切 知道是属于上帝恩典的人 他可以得到真实永生的盼望 到这里先打个小广告 做个题外话 这里有一句 在前的必在后 在后的必在前 然后有一段故事是 有人来询问 用耶稣永生的这个故事 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看法有点不同 所以路加福音把这两段 放在不同的脉络去谈 但是马太跟马可 他们是放在一样的脉络去谈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有趣的 期待我们未来有机会跟兄姐讨论 在九月成人主日学新约导论 欢迎大家一起来思考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马太福音的脉络来看 马太福音是一本以犹太人为读者的福音书 什么意思 它比较雷同于今天针对基督徒所写的福音书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一群基督里面的家人 然后马太福音在对我们说话 毕竟犹太人是信上帝的 是对上帝的一些律法条文 规则脉络 特殊语言都很熟悉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 这时候马太福音直接指指说 弥赛亚是绝对的主权 拥有绝对的主权 对于这群犹太人来说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对吧 想想看你现在到一个信仰群里外面 跟他讲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马上就会说 主观专权对吧 但在基督群体里面 我们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应该不会有人跳出来反对 在这个概念里面 你可以想象 他谈到的是我们跟随基督的人 虽然是走在信仰的路上 与传统的犹太人一样 都是信奉上帝的 但是当我们把得到什么 当成信仰的红利 把拥有什么 当成信仰的核心价值 把还会得到什么 当成信仰的盼望 马太福音透过耶稣的提醒 清楚的指出 这是错误的 犹太人深信 他自己只要遵行上帝的律法 自己就被圈在信仰的群体里面 并且永远蒙受上帝恩典的照顾 这个想法对照与上帝的创造 跟上帝借由摩西的吩咐来说 只对了一半 毕竟上帝透过摩西所提供的 生活行动指引 是有智慧的 是真的有帮助的 是你照着做就会得到好处的 是一种人生专业 怎么活下去的指引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乎 你有没有遵行 你有没有违反了 你只是在这里面寻求 最好的执行方式 那么人很容易在这里面 建造一套努力的公式 使得你自己相信 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好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那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对 但是却很容易失去了 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美好 也失去了上帝对于群体的看重 那个群体比个人 更能带来更大价值的那样子的想象 就会不见 你只会想到这是我的 这是我努力的 这是我应得的 上帝国在马太福音里面都称为天国 因为犹太人不随意口称上帝 所以用天来取代 耶稣不断的用各种比喻来形容上帝国 我们可以理解上帝国是 上帝心意运行的团体所在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 那么有一个什么都做得很好的人 跑来问耶稣说 我还可以做什么来得到更大的祝福 耶稣回答 放下你控制一切的欲望 回到以上帝为中心的境地 当耶稣提到有个大放恩典 葡萄园主的故事 那个一大早就进园里工作的人 他得到了一开始变蒙应许的恩典 那就是他那一天有工作 而且一定有薪资 那是恩典 最少我们刚刚讲过 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恩典 不过 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得到工作的人 他说不公平 他不可以跟我得到一样多的工资 园主人回答说 我不可以随我的心意做好人吗 我做好人不行吗 有一句话放到我心里很深刻 很深刻 常常会不断的不小心就跑出来 有一个真的是台湾前几名被认为大坏蛋的人 叫陈静心 年轻的一辈你可能完全没听过 但是有一点年龄的人 你大概对这个名字不会那么快的就不记得他 当初听说他信基督信仰蒙恩得救人 之后有一群人说 如果天堂有这样的人 我宁可不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确定 如果天堂有这样的人 我们就真的不去了吗 想想看那个一大早就获得工作 开心的准备 下班之后 我就可以拿这个薪水回去 跟我的家人分享 我今天又有工作了 那个本来下班回去 可以跟家人同乐的人 当他看到主人大发善心的时候 他一整天 那个因为工作辛苦所带来的痛苦变多了 本来想下班回去跟家人一起快乐的情绪没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的只是剩下对于原主赏赐恩典给别人的 愤恨 弟兄姐妹 我们是那一群一大早就进入葡萄园的人吗 我们会因为我们先来先坐 而愿意放弃那起初进来的喜乐吗 还是我们发现原来后面来的人 可以做得少 所以我们也决定放手不做了呢 圣经里面没有提 这些人后来 耶稣的故事没有提到 这些人后来第二天会不会再来工作 葡萄园第二天是不是还缺工人 没有 也没有提 假如这些人继续进来工作 他们的工作态度会不会变得很轻忽很随便 没有 都没有写 简单的说 就是圣经接下来的故事就已经结束了 反过来对我们来说 你现在已经进入圆中 你会做得比较不认真一点 或者你会觉得我先出去 晚一点我再进来 我家从小时候进去状况就不是很好 小时候我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倒霉又很可怜的人 我可以说我自己到底有倒霉到哪里到极限 我可以比别人还倒霉 然后很多时候我看到别人我就只有负面情绪 所以别人也会离我很远 而且我很爱评论东评论西 总觉得我能够讲出 这个没有对齐 那个声音不够好 那走音 那个讲的结构不清楚 讲完别人之后就会觉得自己 我好像有一点能力 我可以评论别人 比别人优质一点点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上帝没有丢弃我 身旁反而还有许多人 在我真正缺乏的时候帮我一把 慢慢的 我发现我的贫乏不只是经济上 我书读的不怎么样 我甚至朋友一个也没有 班上分组的时候 全部大家都分完了 只剩下没有人的 好 你们一组 在这种情况 我越来越被边缘的情况 我唯一喜欢去的地方只有教会 因为去教会 我的家人完全不会阻止我 甚至我从早上晃到晚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完全不用担心我会做坏事或乱跑 反正没钱的小孩你能干嘛 说去教会 好 在教会放心 在教会不会变坏 在教会也不能干嘛 所以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教会 只要可以去教会 教会有开 家人也不会阻止我 这种情况之下 我慢慢的每一次就会耗在教会一整天 但是耗在教会一整天说真的其实也还蛮无聊的 因为就真的 人家做别人的事或者是没事 这时候教会有些书 信仰书籍 真的还蛮不容易看 但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你看一看你就会安息 然后醒过来的时候精神饱满 所以呢 教会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种书 欢迎你去安息一下 好 基本上我在教会里面 我慢慢的 甚至有时候 会在别人旁边小组可以听到一些信仰长辈的分享 甚至哥哥姐姐的分享 我发现他们的生命很吸引我 他们所做的事情很感动我 我从一个 我本来是因为害怕离开上帝就没有祝福的人 慢慢的变成 我好喜欢赖在上帝旁边 接着 我高中就开始教主日学 很多人就说高中懂什么 没有高中等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高中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在上帝的话语深造 那个时候是我信仰成长最快的时期 我为了要教小朋友 我必须要读很多的教案 然后很认真的去把那些经文读懂 然后我参与教会的活动 基本上真的跟我相处是知道 我大部分的个性是比较内向害羞 不会主动跟人亲近 但是为了要带这些活动 我会学着怎么样在活动里面 看到流程 看到前后关系 甚至事实的展现自己 然后最重要的是 在这些准备的过程中 在读经的过程中 我慢慢的能够看到一点点上帝的眼光 透过上帝的眼光看世界 我越来越喜欢在教会里面成为所有事工的一份子 我上班的时候 基本上如果会请长达一周的假 通常都是放在暑假 在办理儿童营会 或者是陪青年们退休会出去的时候 我知道大部分的上班族很难请假 但是我们也知道许多人努力的累计假期 是可以出国玩 或者是一段时间休息 我没有认为这是不好的 但是有时候 如果你愿意 我们其实也需要 我们一起愿意花一点时间 来陪我们教会的弟弟妹妹 我不觉得凡事以上帝为念 这是神圣的 我只是觉得 这是一个既轻松又美好的事情 我没有认为那是神圣 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 对我的生活来说简单了许多 我因为缺乏所以真实的知道恩典是什么 今天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的孩子 的确是在富足中长大 要他们明白恩典是什么 真的不容易 但是事实上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 你其实是跟我一样的不是吗 我们都清楚明白 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 我们很可能就像那个 一大早就进来葡萄园工作的人 是怀着yes 我今天有工作 有收入 我家人可以看着我拿的酬金回家 的那种愉快感在做事的人 我们是那种yes 我靠着我自己走不下去 但上帝的恩典让我有新的出入 我们是这样一群人 不是吗 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得到什么 我们拥有这些能力 是因为与上帝同行我们可以得到了满足 也因为与上帝同行我们就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看到别人比较多 我们就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你都知道是恩典 你怎么会去比说 那个人比较胖他吃两个面包呢 不会 因为你觉得能与上帝同行 能在上帝家里面就已经是极美好的祝福 我知道有许多同工你的服饰很累 有许多同工会觉得说 感觉上后来当基督徒的人比较幸福 我只能说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从早上就进来的人 不要放掉你一开始的喜悦 恩典不再成为恩典 是因为我们享受恩典而不自知 而恩典能够成为恩典 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能为力 白白接受的时候真实感受到上帝爱的力量 我们能够因为自己得到恩典感恩 却不要因为不义而失望 更不要因为别人的恩典看起来比我们更大而沮丧 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真实经历与上帝互动的过程 才是真实的祝福 只是想要透过某些运作机制 得到好处 那是轻忽恩典 更轻忽上帝所创造美好的形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前面谈的 想想看这世界资源分配的法则 就是有能力的人掌握赚取资源的人 可以拥有最好的一切 所以我们往往能够接受那五个人 因为他们是有钱人 派最好的资源去救他们是应该的 而那五百或那九百个人死于海底 虽然我们觉得遗憾 但我们知道那是正常的 这是世界的法则 但上帝的法则是 人人蒙恩没有贵贱 看起来不公平的恩典 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站在上帝的眼光 来看上帝的行动 如果我们能够因为与上帝同工而喜笑 我们能够跟天使一样看到一个人得救救 哇 好棒好棒好棒 我们就不会因为成为无法理解上帝的人 而陷入这个世界利益分配关系的深渊中 你会觉得不够 你会要更多 是因为你 还是因为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就必然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 但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眼睛 看见你创造的美好 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眼睛 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 是更美好的境地 也因此我们愿意与你同行 愿意 愿意 看见那永生的盼望 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很希望刚才的牧师当中所说 他说恩典之成 恩典不再成为 恩典里面而不自知 神的歌 他的歌词里面有听到说 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 让我能够数算你的恩典 数算恩典的时候 一点一点的 你看到那些 我们自己遗忘的上帝的恩典 我想要请大家一起起立 回想一下 领受恩典的时候 我们理所当然 但是在感谢的时候 我们怎么回应你的时候 这首诗歌 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收 我想要请大家来用一种心 那种我要跟上帝说 主啊谢谢你 因为你爱我 我也愿意 尽我所能学习 祝我全心全力 耶稣我爱你 祝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你是我最爱 我爱你 再一次我们说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用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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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全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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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我爱你我的耶稣 耶稣我爱你 用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你依止我心 你依恶我灵 耶稣我爱你 很长耶稣我爱你 用我全心全意 耶稣我爱你 耶稣你是我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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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在这里邀请你为自己祷告 如果你是在 那个先进来 做了很久 然后觉得很不公平的人 那么邀请你为自己祷告 求上帝的爱 重新的让你被感动 如果是你 那是那个刚进来的人 你真实感受到那个恩典 那么请你为自己祷告 求主保守你 不要忘记 这起初的爱与感动 邀请我们在 耶稣我爱你 这首歌的余韵中 为自己祷告 祷告 主啊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在我们贫瘠的时候 拉拔我们 救我们 真实经历恩典 主啊如果我们从小 就是在富裕的生活中 也谢谢你 让我们享有这样的富裕 我们知道 富裕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正常的事 求你帮助我们 有你的眼光 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 求你帮助我们 知道 与你同行的美好 求你帮助我们 喜欢与你同行 不陷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不陷入这个世界的财富观 丹丹丹阳阳光明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亲阿爸天父的看顾 主耶稣恩典的怜悯 圣灵的大能大力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请坐 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 可以到前台来 我们很乐意陪你一起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